GoTrance这东西 蛮好 蛮妙的一个东西 好 那再来的话 其他就是说 就是中瓜胡部分 中瓜胡部分是那个list 中瓜胡 那那个前面还有讲过 就是triple 不过triple跟串列 其实我把它看成是一样的东西 差别在哪里 triple的话是用小瓜胡 这个tuple tuple的话是用小瓜胡 然后串列的话用中瓜胡 那它其实两个 我发现看一下官方的说法是说 那个list是可以写 可以修改的 可以写入也可以修改 那那个tuple的话 就是唯读的 就是只能读取 所以差别就是说 它的效率比较高 就以后如果你单单读取 那你用tuple就好了 不过我觉得啦 因为这样两个都一样 我目前甚至我在教的时候 我几乎都不教 我干脆你用那个串列就好了嘛 因为目前 你说有效率差 可是差多少 如果你质量一百万比好了 跑下来可能也差个千分之一秒不到吧 那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太差了 所以干脆你就全部用串列算 程式也比较好表示 不然你一下要 除非说未来你会像那个淘宝网里面 那个双十一的那个观问节 那个流量都几亿几兆 那个那不得了 那个就差了 那个就差非常多了 你有可能一定要那个tuple 另外还有一个set set部分的话也是变大瓜壶 大瓜壶 但是它一个资料逗点 一个资料逗点 那set最大的特点就是说 它里面 第一个大瓜壶 第二个是里面不会有重复的资料 里面不会有重复的 也就是如果有重复资料 它会自己帮你把它剔除掉 所以如果用set拿来做什么 比如说像那个 我们可以模拟那个大垃圾开奖 那因为你开奖乱数跑 可能会跑出一样的数字的话 你可以先用set 放进set里面 再把它抓出来 那这样就没有重复的资料了 OK 那dictionary呢 字典也是大瓜壶 大瓜壶 我画的比较丑 大瓜壶 OK 然后呢 那跟set有什么差别 特别注意 那个set是放一个资料 可是dictionary是放两个资料 前面是key 然后中间加一个冒号 再加第二个资料 逗点 再一个key 冒号 然后呢 再一个资料 再加逗点 所以dictionary是key value 这样的价格 一样是大瓜壶 那这个先讲 反正你大概有个概念 之后我们会教各位了解 这些资料形态 然后你就大概知道 其实它重点就 我是觉得 dictionary跟那个串例 想说那老师这不是可以放东西 为什么还要另外一个 因为list只能放一栏 一个栏位 有没有 那dictionary可以放两个栏位 那你想说放两个 那不可以叫两个list就ok了吗 其实也可以啦 只是说它的优点是它有key 前面是key 后面是value key value有配对的 那比较像那个资料库里面 因为资料库里面一定会有个栏位是key 编号 后面是放value放资料 那你可以很多栏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应 可能跟资料库之间的串接 比较简单 所以至少你要知道有这个多一个 其他的话就是像 自串 那我前面讲过 自串就双引号双引号 或者你单引号单引号也可以 那我习惯用双引号啦 因为VBA或其他员都是双引号 那我就不额外 但是一般有很多人习惯写python 他们都用单引号 那就看个人 两个都可以 那你就是 记得我是习惯用双引号 所以以后你看到 反正我都用双引号 你以后你习惯用单引号 没有关系 但是你那个习惯 你不要一下习惯这个一下习惯那个 你一定要养成一种习惯 不要每 这我发现很多人会错乱 就是因为他一下写这样一下写那样 根本没有统一的写法嘛 对不对 然后一下子最怕是有的人是 Google到然后随便抠一点东西贴上去 就是他的 然后我说你习惯你今天写这种 隔天呢他又Google到另外一个人的 又贴上又教 我说你怎么你这个人格分裂嘛 为什么你今天写这样明天写那样 你怎么每天都写不一样 后来他说没有我都Google的 我说你知道里面写什么 我大概知道 但是我也不太知道啦 反正可以弄就好了 因为公司要急着要交案子嘛 那急着要交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消化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Google啦 可是我觉得那不是长远 因为有时候你写完之后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写完了 那转出来结果OK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转就OK了 反正就解决问题先交再说 但是问题还是存在 只是他还没爆炸 就跟一个不定时炸弹 有些时候你们可能去找工作应该有遇到 就是说你会去擦别人的屁股 因为前面的人写完之后 他其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写完了 他也不确定说为什么错了 可是他之后他为什么离开呢 因为他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哪一天会爆炸 那可能到年中他可能领完年中之后了 然后他也不确因为他知道一定会爆炸 只是什么时候爆炸不知道 所以等到他领完年中他离开了 然后他一定会先就再找另外一个人去顶他的位置 就那个人进来之后什么也都不清楚 然后开始发现 哇好多这个东西以后可能是大问题 所以他也赶快去把它再改一改改一改 然后他下一步就是再开启那个他的104 然后做什么呢 这真的是现状 那也是恶性循环 我觉得因为其实说真的 很多上面老板业务出身 他根本也搞不清楚 他只要能够交差就好了 那案子标到了 钱拿到 其他的话跟上面老板都无关 反正你弄不出来是工程师的问题 又不是他的问题 对不对 就像普悠玛嘛 对不对 问题是时机啊 上面哪有事 上面不会有事啊 OK 讲 折远了 我只是讲一个现状 那最后的话是档案跟异常处理 档案的读写 比如说有个外部 像一般比如说ERP或者资料库 他会吐出来 可能就会给你一个文字档 可能是TST可能是CSV 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把它汇入到你的Python 处理完再汇出 所以有读跟写啦 那其实大部分读的是RE的模式 写的话是W模式 那如果写同时要串在后面的话是APPEN的模式 A模式 那其实在那个Python里面做档案读写非常简单 真的 哇 优势啦 我看到最精简的 城市一两行 写完了 好OK 所以第九类啦 我现在你可以少了解一下 文字的IO input跟off 怎么去建立档案 这个档案也蛮妙的 如果那个档案不存在 他自动帮你建 真的 不用 不会有错误信息 比如说Java 没有那个档 你没先建 都挂了 OK 那他就是没有就帮你建 如果有的话就写 写上去 就把它覆盖过去 所以他有点 比较自动一点点 那其他的话 还有异常处理啦 就是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他有个 就try catch 类似 怎么样去做异常的 exception的那个相关处理 这个后面 我们还会再说明 所以一到九类 每一类的话 他其实内建就是有十道题